最近的俄乌战场似乎逐渐平静了下来 除了巴赫木特的巷战依然激烈外 其他战线上双方均没有太积极的动作 甚至于在阿诚的作战 其进度也可称之为蜗牛般的速度 乌军既不能通过有力反击改善防守态势 俄军也没有形成明显攻势行动迟缓 在这种战况下 俄乌两国的首脑倒是没有闲着 比如俄总统普京突访赫尔松卢干斯克等地区 听取了当地俄军指挥官的战场汇报 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前往阿瓦迪夫卡视察 以鼓舞当地驻军士气 两国总统分别前往战区视察 当然也不是闲着没事干 欣赏战区风景去了 这更像是大战前鼓舞将士的必然操作 如今俄乌之间的战线依然有1000多公里 双方通过动员 累计投入作战和准备投入作战的兵力 已达百万之重 俄军还有一部分正规军 及动员部队尚未使用 而乌克兰新军则又攒出一波家当 既然都还有余力 那就还得搏上一搏 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场外的国家又开始继续压住 这其中 有四个中立国家出现倒戈 转向军援乌克兰 这四个国家 分别是塞尔维亚 巴基斯坦 埃及和韩国 第一个放弃中立 军援乌克兰的是巴基斯坦 而巴基斯坦军援乌克兰 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 巴基斯坦财政濒临破产 需要武器出口 来换取外汇 二是 巴基斯坦和美国 是盟友关系 早在1958年时 巴基斯坦就和美国签署了 共同防御援助协议 在巴基斯坦空军中 装备着大量的美式战斗机 而其老对手印度 背后则是苏俄 印度海陆空三军 装备着海量的租制武器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巴美对抗印俄 是两个对立阵营 三是 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关系友好 俄罗斯军售印度 乌克兰军售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有一半的坦克 来源于乌克兰 在军工技术上 也严重依赖乌方 同时 巴基斯坦是一个粮食进口国 主要就是从乌克兰进口小麦 四是 巴基斯坦具备 生产素质炮弹的能力 乌克兰可以直接拿来用 其实 巴基斯坦会军援乌克兰 并不令人意外 真正戏剧性的 是埃及的倒戈 4月18日 美国媒体声称 埃及原计划 交付4万发炮弹给俄罗斯 但是 在上个月 与美国谈判之后 埃及已经叫停了计划 并按照美国的要求 开始生产弹药军援乌克兰 成为了乌克兰的炮弹供应国 埃及放弃原额 转向乌克兰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 埃及非常需要粮食 一看到埃及 也许很多人只会想到金字塔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 埃及其实是全球第一大小麦进口国 为什么埃及 这么缺粮食呢 要知道 埃及虽然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但大部分都处于 撒哈拉沙漠之中 耕地面积不到3% 也即是3万多平方公里 而且埃及地处尼罗河最下游 一旦上游国家出现旱灾 或者用水过多 埃及就会缺水 所以埃及的小麦 只有300万吨的年产量 但他们的需求 却有1600多万吨 80%的主粮 严重依赖进口 其50%的小麦 来自于俄罗斯 有30%的小麦 来源于乌克兰 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埃及小麦进口预阻 国际粮价上涨 对埃及的外汇消耗很大 埃及是一个 人口过亿的国家 有三分之一的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埃及人能吃饱 主要靠一种 小麦制成的大饼 这个大饼 被外界称为埃及大饼 价格非常便宜 之所以便宜 就是因为埃及政府 对这种大饼 进行了大量的补贴 而补贴的目的在于 让埃及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 能吃饱饭不挨饿 所以对埃及而言 这就是一种大饼维稳 每年都拿出一笔 巨额的财政补贴 请埃及老百姓 吃便宜的大饼 只要埃及穷人 能吃饱饭 他们就不会轻易闹事 但埃及自身的小麦产量很低 要在国际上购买 这就需要支付巨额的外汇 所以埃及对国际小麦价格 非常敏感 小麦价格一涨 埃及外汇和财政的消耗量 就会迅速攀升 但埃及政府几乎没得选 因为有三千多万埃及人 要填饱肚子 所以只能加价引进粮食 这也是为什么 埃及打算给俄罗斯出口炮弹 就是想获得 俄罗斯的廉价小麦 降低小麦的采购成本 可俄罗斯的粮食 并非不可替代 与之相对的乌克兰 也是全球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一样可以把埃及的粮食缺口补上 到这里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 埃及和美国的关系暧昧 要知道 埃及陆军空军的主力武器 都是美国制造 只要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 埃及就没必要得罪美国 此前埃及和俄罗斯交好 就是为了进口粮食 与此同时 埃及也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 这背后 一是为了平衡美国 二是扩大中埃合作 寻求经济利益 在今年4月7日 中国就同意免除了 埃及8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 但总体上 埃及更加亲美 埃及这个国家 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 可如今大国梦遂 已经不愿想太多了 现在埃及 只有一个最低目标 让贫困人群 能吃饱饭 维持社会秩序稳定 不内乱就行 所以 在对外交往方面 高情商说法是 埃及实行的是 独立自主的 多边外交政策 低情商的说法 那就是 有奶便是娘 谁给饭吃 就帮谁 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三个国家 塞尔维亚 对乌克兰供应弹药 简单来说 塞尔维亚会这样做 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没有太多的选择权 在塞尔维亚的周边 全部都是北约国家 塞尔维亚的倒戈 一是自保 不敢和北约作对 二是想要通过军援乌克兰 为加入欧盟扫清障碍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三个国家 都是工业弱国 对乌克兰的援助有限 也很难改变 俄乌战争的平衡 而真正对俄乌战争 有影响力的 其实是接下来要说的 第四个国家 韩国 4月19日 在韩总统尹锡悦 准备访美之前 路透社发表了 对尹锡悦的长篇采访 令人意外的是 尹锡悦除了提及 加强与美日等 其他国家的协作 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外 在对于中国 极其敏感的台海问题上 尹锡悦还公开表达了 与美日相同的立场 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次访谈中 尹锡悦不仅让中国不痛快 也让俄罗斯很气愤 因为尹锡悦还宣称 如果吴平民 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 韩国将不止于 人道主义援助 和经济援助 言外之意就是 韩国准备军援乌克兰了 其实 韩国虽然嘴上说是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 早就在援助乌军了 只是差别在于 此前一直是借助 第三国进行的间接军援 比如 韩国对波兰提供了 大量的新式武器 让波兰把旧的库存供应 给乌克兰 而去年11月 美国就从韩国购买了 10万发155毫米炮弹 而这些炮弹 就是给乌军用的 到了今年4月份 美国又从韩国租借了50万发 所谓的租借 其实就是免费援助 炮弹是消耗品 打了就没了 真要让美国付钱 顶多就是抵扣住 韩美军的军费 之前还会遮遮掩掩 但现在 直接摊牌布装了 毫无疑问 这是韩国的重大政策转变 和埃及 巴基斯坦 以及塞尔维亚不同 韩国位于东亚 而东亚 是世界工业中心 韩国造船业 曾位列世界第一 虽然后来被中国赶超 但也还是世界第二 韩国还拥有 全球第三大 汽车制造集团 全球第二大芯片制造公司 韩国的军工制造业 虽然在技术上 对美国有所依赖 但胜在规模庞大 而美国生产炮弹 还要新增产能 扩大生产线 但韩国仓库里 直接就有200万发 155毫米的 大口径炮弹 全部采用 北约通用标准 别说乌克兰了 如果美国打大规模炮战 可能都得从韩国进口炮弹 这是因为 美国军工业 集中于高端化 生产飞机战车航母等 这些美国很在行 但对炮弹这类消耗品 产能却非常低下 而俄罗斯继承了 苏联的大炮兵主义 一个俄罗斯的炮弹产能 就比全欧美都要大 俄军在高峰期时 每天能打8万发炮弹 至今也能打2万发 可乌军 每天只能打6000发炮弹 不到俄军的三分之一 即便是这样 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北约产量 也只能满足 乌军消耗量的一半 所以 美国才会向韩国借炮弹 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储备 乌军 就无法发动反攻 这可能也是 乌军反攻时间不断推迟的根源之一 只有攒够足够的炮弹 和进攻性军备之后 乌军才有底气 下达反攻的命令 而对于乌军 可能发动的大反攻 韩国的炮弹工业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此前 美国军事顾问曾透露 乌军将发动一场 震撼世界的大反攻 但由于乌方的战场信息管制 目前没有看到 任何有价值的反攻信息 现在俄乌战场 可能还处于预热阶段 侦察式的火力打击仍是主流 真正的大战尚未启动 不过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西方军援开始持续进入 乌前线地区 这场大反攻 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